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這幾天天氣開始轉冷 大家務必要注意保暖了 今天來兌換1000根活動蘿蔔 這樣還湊不到8款拿實裝也太扯 如之前提到活動娃娃總計有8款 那我們就來兌換後 抽起來 看來運氣還不錯 9次就湊滿了 當湊滿的時候 系統就會觸發兌換實裝的任務 可以獲得暖冬大衣跟手套 多換的娃娃看你要賣掉還是擺起來都可以 但不得不吐槽 這是正常的駝鹿娃娃 這是遊戲的駝鹿娃娃 也是刷新我的3關了 接著來個12月未來市 中氣活動 在城鎮找NPC雪人 用50個雪球可以兌換一個禮物箱 雪球可以從野外或者副本怪物掉落取得 多的雪球可以拿去兌換冬季造型家具 擠滿12種冬季家具 可以額外獲得一座雪人 如果有多的雪球可以兌換家具後拿去販賣 聖誕節活動 在城鎮中央會出現聖誕老公公 他會要你去找50隻長黑頭粉絲的群鹿 之後再去找紅碧姿的雪球 完成任務後可以獲得一頂雪球報 在組成居住區的左下角 會有NPC獲利 要你提供聖誕節裝飾品 可以從副本中小怪掉落的禮物袋中取得 隨機可獲得不同裝飾品 活動分4個階段 最後你可以獲得一個項鍊跟一顆聖誕樹 如果你想要的話 最近可以開始團副本圈 但我比較想要他身上的衣服啊 其他還有聖誕節期限限定的聖誕節時裝等家具 野外怪物隨機掉落的哥布里冰箱子 跟咪耀石活動 可隨機獲得裝備 在禮品出現時各種捲等 以上為韓版12月活動情報 如有遺漏的部分 歡迎留言告訴我 台版會不會同步 或者魔改 都不知道了 遊戲掛著掛著 金裝 也不會是你的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也可以 感覺 我們下次見 F 그만 開玩笑 踩 後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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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